所以台长经常说了 我们做人要好好的 坐下定下心来 好好的寂静 然后要想一想 前程旧事当中 我们坐在灯下 好好的思量 所以为什么你看 过去喜欢弄个小油灯 慢慢的一闪一闪 其实就是代表你的心在闪动 因为在思量 在想象 因为它小油灯一闪一闪的 就觉得你的心里 四轻四重 我们这一生啊 有时候遇到假的 有时候遇到真的一样 所以 这个我们人生啊 离开和相聚 衰亡和衰败和 那个成功 其实都是 我们说心花凌落 落地成灰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心啊 实际上就是这样 因为在人间 这个禅定当中 我们做人 不管怎么样 其实都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们的繁星啊 天天的 万千的在流动 但是我们的心啊 心轮呢 要尽手 好好的 把自己的心 要定下来 不要让它乱转 所以 佛心一尊啊 心中有一尊佛呀 会 自己会像佛一样 看到云云众生啊 他们一路先行啊 看看人生啊 泪流满面啊 有时候 学佛之后 我看到 我们人生啊 一路开怀 这个 像弥勒佛一样 欢笑无比啊 我们人生路啊 谁都知道 非常的 这个 这个 坎坷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 在人生风雨当中啊 再来 这个 超脱自己的 这个 这个人间的 这个烦恼 我们要承载 这个 生命当中的一些 这个 烦恼 所以 佛陀 经常 告诉我们 我直 就是 痛苦的根源 一切 随缘吧 师父 经常 跟你们说 想不通的时候 一个人到 很安静的地方 看看天 看看地 一方 安详 听风雨 听山雨 听禅雨 可以经常 把师父的 白话佛法 就像 十几分钟 一段一段的 都听一听 对不对 眼前就会看到一片天 因为这片天 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不贪的 我们没有 塞尺塞旺的 我们没有 在人间 向人间去诉求的 想象 想象着人间 虽然 莫乡陶醉 但是 谁能知道 这个 灵花掉落 所以 学人间 不腻 不淡 心就是你的 一方 安详 安详 经常 听听师父的 禅雨 围绕着 檀香 一个人 安静下来 才能知道 一生 你到底在 干什么 你要想通 要想通 所以 很多学禅的人 经常 做一句话 说 生做好事 言说好话 心存好念 所以我们人 如果你是有 智慧的人 不会 这个 这个锐气 放纲的 也就是说 不会跟人家 哎呀 冲冲傻傻的 对不对 有智慧的人 他不会骄傲 谁叫 慧者不傲 有自谋的人呢 他不露的 谁叫 谋者不露 一个很坚强的人 他不抱 他永远不会 哎呀 暴跳颅雷 这种暴跳颅雷的人 他不会强壮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 学佛当中讲的 大悲无泪 对不对 大悟无言 大喜无声 大爱 无疆 所以 真正的学佛人 我们 佛性无处不在 我们忍人 所不能忍 方能为人 之所不能为 这就是禅 这就是禅定 一个人要懂 一个禅 是什么意思 站得住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学佛人 去想一个远离 城市的喧哗 坐在那绿油油的草皮上 静静的 聆听着大自然的 声音 很安详的 安详的 所以 慢慢的就自己 养成了心中的 一段春了 有时候我们 就会慢慢的脱离 我们人间的烦恼 师父 曾经跟你们讲过 其实人最可怕的 不是做错事情 而是心错呀 我们人一生 都是心错呀 为什么不能 老老实实的 为什么要追求 人间那些 不属于你的东西呢 为什么要拥有 这些财富 来让自己束缚呢 你看看 现在出很多事情的人 不就是财吗 所以 我们学佛人讲 起心动念 都是一个缘 所以真正要懂得 能够 心不畏所动 因为人间一切虚幻 心不妄动 就不会存妄想 心如止水 那就是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无欲自然 心如水 想开想明白 真的 我们无处不自在 放下那是最开心的事情 称恨 那是毒的之根 因为你称恨 会把自己心中 一切的善 全部灭除的 所以学佛人 真正的修养 就是心 你的心能够 不忘外所求 你就是自信觉 你的心 如果看到社会上的 这个环境所变 你也变 那么你 一定 是 养成了一个习惯性的思维 那么善的 就是习惯性的善思维 饿的呢 就是一颗种子 所以希望你们要好好的 能够理解 人间 最重要的是安详 实际上 保持 安详 你就有了定力 保持禅定 你就会拥有了智慧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给大家 说到这里 8月6点 时间 给 接下来的我们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